林志杰的部分呢 都是平穩地發揮 他的得分排第五 籃板排第六 助攻方面排在第三位 林志杰是助攻榜前十名 唯一的非控球後衛 所以我們看 從數據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兩位球員是正直巔峰的情況 而且他們對球隊的影響力也非常非常大 外線出手的是野獸林志杰 一線 蘇伊杰這邊是一個空中 林志杰又拉了一個防守籃板 陳世倪下去休息 林志杰一個換手的運球之後 忍住了沒有走步 再籃點下去兩分 台皮的進攻 林志杰沒辦法找到羅興良這個點 所以在第一節他的單打獨都還蠻多的 因為我們面對少俠的防守 一大步跨上去後面的阻環也來不及 出手要讓台皮有一波快攻的機會 漂亮的飛身上籃 林志杰這兩步跨的真是有夠遠 野獸就是野獸 這公里的時速直接飛分上籃 我們看他這個跨步 從三分線就開始醞釀了 又是姚晉杰的 球場之後呢 達星又把領先給拿了回來 林志杰野獸 怎麼可能驗得下這口氣呢 又給林志杰 防守球員並沒有跟上來 林志杰再來一個三分 好 這是一個戰術嘛 這是一個非常勉強的投籃 從一度超過十分的差距 現在又落到六分差 林志杰雖然倒在地上 這個大號的三分球仍然拿到 因為他目前為止都是外線的 隨意的投射 說到穩定了 林志杰 不是你 送出來 林志杰這邊沒有人開手了 Oh 3 這才是其實比較好的一個投籃的機會 我們看到其實這一個選擇啊 雖然並不是太好 但是志杰他的整個投射的 這三分線能力非常非常的遠啊 有沒有看到這前兩個機會的選擇 都不是非常好 但這個機會的選擇就是非常非常好了 因為他是試練利用一個突破的一個破壞力 造成志杰的外線碰到 林志杰今天兩分球八投四中 三分球八投六中 得到二十六分 排皮的雙空位擺在球場上 林志杰在三分下來三步的距離照樣投進 這個沒辦法啦 因為這實在是太遠太遠了 你就可以觀察他的慣性動作 你就會比較好防守 林志杰三分外線 對 道傑的第五個三分球 達欣想要一球看的就是田蕾 因為兩個人現在的得分 都雙雙來到三十二分以上 我們看到其實志杰投籃的選擇啊 雖然並不是非常好 不過他實際上的手感非常非常好 所以他三分線命中率非常非常高 反觀達欣對利用什麼樣的策略 就防守林志杰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如果林志杰三分線外可以十投八中的話 對 愛你